金俊梅属于什么茶? 金俊梅是红茶中的新贵。 2007年的普尔茶大热后, 这个2005年才面世的金俊梅也悄然热了起来。 外加各种营销宣传, 金俊梅迅速进入大众的视线, 也让地迷的红茶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 金俊梅属于红茶, 新来源于正山小种, 但优于顶级的正山小种, 在红茶中独树一帜。 相传明后期军队进入统木关的村庄中正值采茶器, 村民到山中避难, 士兵进村后躺在茶庆上睡觉, 茶农用这种叶子制出了干茶, 后来这种茶还远消海外造就了下午茶文化。 为强调武夷山统木关一带红茶的地位, 人们便取名为正山。 因采摘用银制茶叶子的茶树属中小叶种茶树, 故为小种。